我真心覺得它跟我剛開幕時 那時候來吃完全不太一樣 歡迎來到二七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訂閱 按讚和樂推喔 今天又來到我們美食吃到飽啦 我們今天來到板橋 金會點港式飲茶吃到飽 五毛爸是這個月的壽星 所以有一張買一送一卷 這麼好康當然要再來吃啦 那消費方式平日午餐599元 晚餐和假日全日是699元 都要再加上一層的服務費 我們今天是吃平日午餐 那進去囉 GO 入座啊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菜單的部分 港式片鴨 開胃冷盤 經典現炒 美味蒸點 甜鑽小點 以及炸物兼品 總共有34道 這邊是手機掃描QR Code做點餐 一次最多點8道 送單之後15分鐘 可以再點下一輪 用餐時間是120分鐘 點餐時間是90分鐘 那片鴨的部分呢 每桌都有這個號碼牌 將這號碼牌拿到片鴨餐台 就會有服務人員送上來 人不必等在那邊耗時間 這點很不錯 那我們來去看自助吧囉 涼拌豆芽 桂花蜜蓮 薑絲海帶羹 新洲炒米粉 辣味炒飯 金牌烤鴨 紅燒豆腐 蠔油時蔬 上攤時蔬 蝦醬高麗菜 酸菜鴨架湯 麻辣鴨血豆腐 迅菇南瓜羹 各式醬料 檸檬愛玉三本圓 紅豆綠豆花生 花生湯 紅豆大福愛玉豆 中華豆花 奶酪以及龜鈴膏 可樂 墨香綠茶 絲襪奶茶 以及紅茶 各式的咖啡 茶類 楊枝甘露冰沙 以及冰糖雪梨冰沙 各位我搞了一個烏龍 我原本以為呢 是來的時候呢 就是可以買一送 結果是這一次來用餐 然後換了一張生日捲 所以是下次用 哎呀 再來一次 哈哈哈哈 看這次吃了有好吃了 看後面還要來 是啦是啦 來來來來 那我們現在先來吃蜜汁叉燒來 蜜汁叉燒比我想像中的好吃 怎麼說 它的蜜汁味啊 是有震透的 嗯 肉質吃起來不柴 嗯 還蠻好吃的 那我就來吃片鴨 片皮鴨 它的皮是Q的 鴨肉也吃得到 不會很小塊 那搭配小黃瓜蔥段 甜麵醬也不會太鹹 咬起來還不錯 我最喜歡的蛋塔 你真的很愛吃蛋塔 每次來都會點 那我就要來吃 我最愛的蝦仁腸粉 蛋塔我個人覺得還不錯 中間的內餡呢 蠻軟的 咕嚕咕嚕 腸粉真的是經典不敗港式必吃 這個皮呢是屬於比較厚的那一種 所以吃起來會有一個QQ的口感喔 紅燒豆腐 非常的嫩喔 可以吃 而且它的調味剛剛好 再來吃的是蝦醬高麗菜 稍微比較鹹一點 但是是有蝦味喔 還蠻脆的 再來吃上湯食酥 這個西蘭花已經都有點薄薄了 對口感比較沒有那麼的Yummy啦 我個人覺得妳的比較好吃 就妳炒的比較好吃 再來辣味炒飯 辣味炒飯我用拿 它看起來粒粒分明 好像很好吃一樣 辣味炒飯啊粒粒分明的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它用的是泰國米 它要炒出這個貨氣 裡面加的是港式的臘腸跟肝腸 都有 我們再來吃 普世咖哩蟹 它裡面居然有蛋耶 咖哩好像有存在奶油的味道對不對 有 因為普世咖哩啊 它會奶味比較重 然後還會有一個椰汁的味道 原本想說會太鹹 結果不會 蟹的部分呢 它就是一般的冷凍蟹 再來吃糯米雞 蜜絲青督排骨 糯米雞裡面有蓮子耶 一咬就化開了 非常的軟 我記得剛開幕啊 他說我們來吃這一道蜜汁京都排骨 我給它評價極高 嗯 今天的評價極為普通 它吃起來就像那個 吃住餐店的 應該是說比較沒有髒出 我們來吃的時候 那麼的精緻的感覺 沒錯 這一張券可能用不到了 哈哈哈哈 鹹水餃 那我來吃鮮蝦虎皮捲啦 各位看一下 它是滿滿的蝦耶 大的外酥 然後內呢 會吃到蝦的Q彈 外加酒黃的味道 不錯 鹹水餃啊 外面炸的酥酥脆脆的 可是裡面的內餡呢 幾乎快要吃不到 感覺都愛吃外皮 再來吃油雞 剛剛製作餐點 這是港式燒辣店 哈哈哈哈 幸好雞肉沒有很差 因為是腿的位置 所以OK啦 叉燒藏粉 再來吃黑胡椒牛仔麗 為什麼突然間覺得很像在牛排館 哈哈哈哈 然後有人幫你把那個牛排切好了 這個牛肉啊 最後加上這個黑胡椒醬 搭配咕咕 有沒有 牛排店的感覺 它燒藏粉啊 吃起來外面啊QQ的 藏粉做得不錯 而且厚薄度剛剛好 然後它燒也是吃得出來的 料也算多啦 那我這一道也是上可 你就把它想像成了 在牛排店吃那個牛排 肉是軟嫩的 然後淋上黑胡椒醬 再來吃蟹殼黃 蟹殼黃會讓我想到誰你知道嗎 對 我們去萬黃那間萬大蟹殼黃 每次只要有經過順路都會買 這個比不得 哈哈哈哈 沒辦法比 你沒吃就知道啦 用看了就知道了 可是它的料滿滿的喔 你知道為什麼蟹殼黃叫蟹殼黃 為什麼 它裡面完全沒有包蟹肉或蟹殼 是因為這個小酥餅啊 烤出來的時候呈現金黃色 長得很像蟹殼 所以才叫它蟹殼黃 哦 哦 那我來吃蟹蜂糖炒蝦 蟹殼黃我個人覺得呢 盪 外皮可以再更酥脆一點 嘿 對 然後麵粉感很重 對 對 那它的醬汁吃起來是有點甜甜鮮鮮的 看來這一張用不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啊 老實說前面剛開始吃的時候覺得還不錯 可是吃到慢慢慢慢的後一端 現在十幾道快二十到啊 我個人覺得 就是越來越美下越晃 哈哈哈哈 美況愈霞 越來越美況愈霞 哈哈哈 真心覺得它跟我剛開幕時那時候來吃 完全不太一樣 最明顯是這種就是 熱潮 然後需要功夫的 我覺得差滿多的 那我在吃這個蝦的時候 完全沒有避風糖的感覺 它是分離的 但是蝦它的品質是OK的 最愛的冰火菠蘿油啦 菠蘿油的外皮是有香酥 那裡面夾的這一塊牛油 Oh my god 我覺得這一款就是經典不敗 很好吃 再來吃流沙包 我來吃香煎蘿蔔糕糕 我發現它送上來的餐點 摩些非常的燙 然後摩些是溫溫的 它裡面的流沙味還滿重的 就是蛋黃的味道 勝過奶味 但是很奇怪 這流沙 真的有一個腥味 我覺得是蛋黃的關係吧 對 然後 讓流沙包整個有一個臭臭味 對啊 這香煎蘿蔔糕 剛好外皮煎得香香酥酥的 基本上呢 它是一個就是 中規中取OK款 問你喔 這是什麼 是啊 這簡單的 它的英文怎麼說 Fall 那這樣子 在英文怎麼說 Wonderful Wonderful 笑欸 甜甜的時間到啦 很開心啊 今天就用這一碗三粉圓 來跟各位做個結尾 我就拿兩個龜鈴糕 今天很開心來這邊用餐 我個人覺得今天這一餐吃下來呢 它的菜色豐富度是有的 但是呢 口感跟口味呢 稍嫌不足啊 但是如果說喜歡吃 蒸籠港點類的 我覺得可以來 對 因為它這一個派呢 肯定就是中規中矩 不會有雷 就是那樣 但如果你想要吃精緻的熱菜 我覺得沒有 嗯 不過我覺得最好吃的是 那個辣味草飯 真的不錯 對 那個就不錯啦 那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 也是依然不錯啦 用餐環境十分的寬敞舒適 就是宴會廳 開車來的話呢 附近都有收費的停車場 步行過來大約一分鐘左右 如果是搭乘捷運的話 到府中站出二號出口 步行過來大約三分鐘左右 非常便利啦 沒錯沒錯 那今天很開心來這邊用餐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每週的三日 晚上八點都會更新一下 記得收看 記得到粉絲專頁按讚 還追蹤我的IG喔 想要貼近我們生活美食動態嗎 加入我們官方LINE 和右上角的追蹤起來喔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囉 Bye Bye 各位視討恩 訂閱按讚 按讚 可以按讚